各位观众,自从最近大专女生利用暑假参加各种的服务小姐来竞选,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论,到底这个是应不应该,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现在听听这些服务小姐的她们自己的心声。 我认为在今天的社会上,一个人缘好的女孩子,绝对需要有非常亲战的一较温文有语的态度。 同时,她也可以让我们所有经压服务的小姐都能够了解社会上一些实际的商业动态,以及吸取许多社会的宝贵经验。 所以呢,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远冬公司的服务竞赛,而且我认为这个绝对是正当的,对于我们在学女学生是非常需要的,谢谢。 我们都是一群在学的学生,我觉得能够利用暑假,把我们有限的能力贡献给社会,为广大的住客们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同时,从学校的生活中踏入社会生活,这对我们来讲,甚至学与俱用,发挥所长,而不是独起书。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地有意义,非常地有价值,也非常地值得吉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也就是理想成功立业,也就是理想扬秘世界。 而我的理想呢,是一服务人行。 因为我个人是学商的,我觉得能够从工作当中,走到任务的经验,是一件非常可恶的事情。 同时,能够看到这次进选呢,也是非常光荣的,谢谢。 对我来说,就是看个人的,他是抱什么态度来参加而言, 就好像跟社会上有接触的那些戏,像社会戏啊,这些戏才能够参加这些活动的话。 那么我请问,是否那些在实验室里面的人,就不与大公一起生活, 就在实验室里面就可以活得下去呢? 再说,如果说是因为这些小小的有些人有毛病, 就把这整个活动全力取消的话, 那不是又是应用费食的想法吗? 所以我说,像我客人来说, 我是非常感谢公司的提供我们这次有利益的主持活动的,谢谢。 不管在任何一方面来讲,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我个人来讲, 我今年在学,今年毕业, 那我学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工需, 包括做人,做事,主人。 那么我非常希望在今年这一届的眼督小姐, 能做得比我们上一届、另外一届的眼督小姐, 另外一方面都做得正好,谢谢。